风延细品红楼 曹雪芹 红楼梦 成一本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世强修说病 来往赴以世 大成亲 且说鸳鸯出了脚门 脸上油热 心内吐吐的乱跳 真是意外之事 影响这事非常 若说出来 尖道相连 关系人命 还保不住带泪旁人 横竖与自己无干 且藏在心内 不说给人知道 回房赴了贾母的命 大家安歇不提 却说思琪因从小 和他姑表兄弟一触玩笑 起初时 小儿戏言 便都定下将来 不娶不娇 几年大了 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风流 常识思琪回家时 二人眉来眼去 旧情不断 只不能入手 又彼此生怕父母不从 二人便设法 彼此里外 买主园内老婆子们 留门看到 今日赶乱 方从外进来 初次入港 虽未成双 却也海市山盟 思传表迹 已有无限风情 忽被鸳鸯惊散 那小思 早穿花度柳 从脚门出去了 思琪一夜 不曾睡着 又后悔不来 至次日 见了鸳鸯 自使脸上 一红一白 百丹过不去 心内怀着鬼胎 茶饭无心 起坐恍惚 挨了两日 竟不听见有动静 方略略放下了心 这日晚间 忽有个婆子来 悄悄告诉道 你表兄竟逃走了 三四天没上家 如今打发人 四处找他呢 思琪听了 又急 又气 又伤心 听想到 纵然闹出来 也该死在一处 真真男人没情意 先就走了 因此 又添了一层气 四日 便觉心内不快 支撑不住 一头躺倒 艳艳的 成了病了 鸳鸯文枝 那边无故走了一个小厮 园内 思琪病重 要往外挪 心下料定 是二人拒罪之骨 生怕我说出来 因此 自己反过意不去 指着来望后思琪 支出人去 反自己赌咒发誓 与思琪说 我若告诉一个人 立刻献死献报 你只管放心养病 别白糟蹋了小面 思琪一把拉筑 哭道 我的姐姐 咱们从小耳病思磨 你不曾拿我当外人带 我也不敢怠慢了你 如今 我随意找走错了 你若果然不告诉一个人 你就是我的亲娘一样 从此后 我活一日 是你给了我一日 我的病要好了 把你立个长生牌位 我天天烧香磕头 保佑你一辈子 福寿双全的 我若死了时 变驴变狗来报答你 躺货咱们散了 以后遇见 我自有报答的去处 一面说 一面哭 这些话 凡把鸳鸯说得酸心 也哭起来了 鹰点头道 你也是自家要做死 我做什么管你这些事 换你的名 我白去献钱呢 况且 这事 我也不便开口和人说 你只放心吧 从此养好了 可要安分守己的 别再胡行乱闹了 思琪在枕上 点手不绝 鸳鸯又安慰了他一番 方出来 因知贾连不在家中 又因这两日 凤姐儿声色怠惰了些 不似往日一样 便顺路来问候 刚进入凤姐院中 二门上的人见是他来 便站立 带他进去 鸳鸯来治堂屋 只见平儿从里头出来 见了他来 便忙上前 巧声笑道 才吃了一口饭 歇了宗教了 你且这个屋里略坐坐 鸳鸯听了 指得通平儿 到东边房里来 小丫头倒了茶来 鸳鸯悄悄问道 你奶奶这两日是怎么了 我近日来 看着她懒懒的 平儿见问 平房内无人 便叹道 他这懒懒的 也不止今日了 这有一月前头 就是正着 这几日忙乱了几天 又受了些嫌弃 重新又勾起来 这两日 又比先前 添了些病 所以织不住 就露出马脚来了 鸳鸯道 既这样 怎么不早请大夫治呢 平儿叹道 我的姐姐 你还不知道 她那个脾气 别说请大夫来吃药 我看不过 白问一声 身上觉着怎么样 她就动了气 反说我咒她 病了 然后这样 天天还是查三访四 自己再不看破血 且养身子的 鸳鸯道 虽然如此 到底该请大夫来 瞧瞧是什么病 也都好放心呢 平儿叹道 说起病来 据我看 也不是什么小症猴 鸳鸯忙道 是什么病呢 平儿见问 又往前凑了一凑 向耳边说道 只从上月行了经之后 这一个月 竟稀稀利利的 没有止住 这可是大病不是 鸳鸯听了 盲答应道 哎呀 你这么说 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吗 平儿盲 脆了一口 又悄悄笑道 你的女孩家 这是怎么说 你倒会骤人 鸳鸯见说 不禁红了脸 又悄悄笑道 究竟我也不懂 什么是崩不崩的 你倒忘了不成 先我姐姐 不是害这病死了 我也不知是什么病 因无心中 听见妈和亲家妈说 我还纳闷 后来听见缘故 才明白了 一二分 二人正说着 只见小丫头 向平儿道 刚才猪大娘又来了 我们回了她 奶奶才歇宗教呢 她往太太上头去了 平儿点了点头 鸳鸯问 哪个猪大娘啊 平儿道 就是官媒婆 猪嫂子 您有个什么孙大人 来和咱们求亲 所以她这两日 天天弄个帖子来 闹得人怪烦的 一语未了 小丫头跑来说 二爷进来了 说话之间 贾连已走至堂屋门口 平儿忙迎出来 贾连见平儿在东屋里 便也过这间房内来 走至门前 忽见鸳鸯坐在炕上 便刹住脚笑道 鸳鸯姐姐 将而跪步姓林见地 鸳鸯只坐着笑道 来请爷奶奶的安 天又不在家的不在家 睡觉的睡觉 贾连笑道 姐姐一年到头辛苦 服侍老太太 我还没看你去呢 哪里还敢劳动 来看我们 又说 巧得很 我才要找姐姐去 因为穿着这袍子热 先来换了假袍子 再过去找姐姐去 不想老天爷可怜 省我走这一趟 一面说 一面在椅子上坐下 鸳鸯音问 又有什么说的 贾连未雨 先笑道 您有一件事 竟忘了 只怕姐姐还记得 上年老太太生日 曾有一个外路和尚 来孝敬一个 腊油冻的佛手 因老太太爱 就即刻拿过来摆着 因前日 老太太的生日 我看古董账 还有一笔 在这账上 却不知此时 这物件着落在何处 古董房里的人 也回顾了我两次 等我问准了 好注上一笔 所以我问姐姐 如今 还是老太太摆着呢 还是交到谁手里去了呢 鸳鸯听说 便说道 老太太摆了几日 厌烦了 就给你们奶奶了 你这会子又问我来了 我连日子还记得呢 还是我打发了 老王家的送来的 你忘了 或是问你们奶奶和平儿 平儿正拿衣裳 听见如此说 忙出来回道 交过来了 现在楼上放着呢 奶奶已经打发人去说过 他们发昏没记上 又来刀痘这些 没要紧的事 贾连听说 笑道 既然给了你奶奶 我怎么不知道 你们就昧下了 平儿道 奶奶告诉二爷 二爷还要送人 奶奶不肯 好容易留下的 这会子自己忘了 要说我们昧下 那是什么好东西 你那墙十倍的 也没昧下一早 这会子就爱上那不值钱的了 贾连垂头喊笑 想了想 拍手道 我如今竟糊涂了 丢三落四的 惹人抱怨 竟不大像先前了 鸳鸯笑道 也怨不得 事情又多 口舌又杂 你在喝上两盅酒 哪里记得那许多 一面说 一面起身要走 贾连盲眼力起身来说道 好姐姐略坐坐 兄弟还有一事相求 说着便骂小丫头 怎不气好茶来 快拿干净盖碗 把昨日浸上来的新茶 气一碗来 说着像晕样道 这两日 因老太太千秋 所有的几千两都死了 几处房租 地租 同在九月才得 这会子竟接不上 女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 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 还有几家红白大礼 至少还得两三千两银子用呢 一时难去知戒 俗话说得好 求人不如求己 说不得姐姐担个不适 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经营家伙 偷着运出一箱子来 占押千数两银子 支撑过去 不上半月的光景 银子来了 我就赎了交还 干不得叫姐姐闹不适的 鸳鸯听了 笑道 你倒会变烦 亏你怎么想到了 贾连笑道 不是我撒谎 若论除了姐姐 也还有人手里管得起千数两银子 只是他们的为人 都不如你 明白 有胆量 我和他们一说 但吓住了他们 所以我凝撞金钟一下 不打脑拔三千 一语未了 贾母那边的小鸭兔子 忙忙走来找鸳鸯 说 老太太找姐姐呢 这半日 我哪里没找到 却在这里 鸳鸯听说 忙着去见贾母 贾连见她去了 只得回来 瞧凤姐 谁知凤姐已醒了 听她和鸳鸯借荡 自己不便打话 只躺在榻上 听见鸳鸯去了 贾连进来 凤姐应问道 她可应准了 贾连笑道 虽未应准 却有几分成了 须得你再去和她说一说 就十分成了 凤姐笑道 我不管这些事 唐货说准了 这会儿就说着好听 到了有钱的时节 你就落在脖子后头了 谁和你打饥荒去 唐货老太太知道了 要把我这几年的脸面都丢了 贾连笑道 好人 你要说定了 我谢谢你 凤姐笑道 你说谢我什么 贾连笑道 你说要什么就有什么 贫儿一旁笑道 奶奶不用要别的 刚才正说 要一件什么事 恰少一二百银子使 不如借了来 奶奶拿这么一二百银子 起不两全其美啊 凤姐笑道 幸亏提起我来 就是这么也罢了 贾连笑道 你们也太狠了 你们这回子 别说一千两的当头 就是现银子 要三五千 只怕也难不倒 我不和你们借就罢了 这回子 反你说一句话 还要个力钱 难为你们和我 凤姐不等说完 翻身起来说道 我三千五千 不是赚的你的 如今里外上下 背着脚说我的不少了 就短了你来说我了 可知 没家亲 引不出外鬼来 我们看着你家 什么石虫等通的 把我王家的缝子 扫一扫 就够你们一辈子过的了 说出来的话 也不害臊 现有对证 把太太和我的嫁妆 细看看 比一比 我们哪一样 是配不上你们的 贾连笑道 说句玩话就急了 这有什么的呢 你要十一二百两银子 值什么 多的没有 这还能够先拿进来 你使了 再说去 如何 凤姐道 我又不等着 闲口垫背的 忙什么呢 贾连道 何苦来 犯不着这么干火剩 凤姐听了 又笑起来道 不是我着急 你说的话戳人的心 我因为想着后日 是二姐的周年 我们好了一场 虽不能别的 到底给他上个坟 烧张纸 也是姐妹一场 她虽没个儿女留下 也别前人洒土 迷了后人的眼睛才是 贾连半赏方道 难为你想的周全 凤姐一语 倒把贾连说没了话 低头打算 说 既是后日才用 若明日得了这个 你随便使多少就是了 一语未了 只见望儿媳妇走进来 凤姐便问 可成了没有 望儿媳妇道 进不中用 我说去得奶奶做主就成了 贾连便问 又是什么事 凤姐见问便说道 不是什么大事 望儿有个小子 今年十七岁了 还没娶媳妇 因要求太太房里的彩霞 不知太太心里怎么样 前日 太太见彩霞大了 二则又多病多灾的 因此开恩 打发她出去了 给她老子 随便自己 择女婿去吧 因此 望儿媳妇来求我 我想她两家 也就算门当户对了 一说去 自然成的 谁知 她这回子来了 说不中用 贾连道 这是什么大事 比彩霞好得多着呢 望儿家的便笑道 爷虽如此说 连他家还看不起我们 别人越发看不起我们了 好容易像看准了一个媳妇 我只说求爷奶奶的恩典 体做成了 奶奶又说 她必是肯的 我就烦了人过去试一试 谁知 白讨了个没趣 若论那孩子 倒好 据我素日何意 是她心里 没有什么说的 只是她老子娘两个老东西 太心高了些 一语 戳动了凤姐和贾连 凤姐因贾连在此 且不做一生 只看贾连的光景 贾连心中有事 哪里把这点事放在心里呢 但要不管 只是看着凤姐的陪房 因素日出过力的 脸上实在过不去 因说 什么大事 只管姑姑唧唧的 你放心 且去 我明日做梅 哪怕两个有体面的人 一面说 一面带着定理去 就说是我的主意 她十分不一 叫她来见我 望儿家的看着凤姐 凤姐便弄嘴 望儿家的会议 忙爬下 就给贾连磕头谢恩 这贾连忙道 你只管给你们姑奶奶磕头 我虽说了 到底也得你们姑奶奶打发人 叫她女人上来 和她好说 更好些 不然太霸道了 日后你们两亲家 也难走动 凤姐忙道 连你还这么开恩操心呢 我反倒袖手旁观不成 望儿家的 你听见了 这事说了 你也忙忙的给我玩了事来 说给你男人 外头所有的账目 一概赶今年年底 都收进来 少一个钱也不一 我的名声不好 再放一面 都要生吃了我呢 望儿媳妇笑道 奶奶也太胆小了 谁敢议论奶奶 若收了时 我也是一场痴心白使了 凤姐道 我真的还等钱做什么 不过为的是日用 出得多 进得少 这屋里 有的没的 我和你姑爷 一月的月钱 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 通共一二十两银子 还不够三五天使用的呢 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 早不知过到什么破窑里去了 如今到唠了一个放账的名 既这样 我就收了回来 我比谁不会花钱 咱们以后就坐着花 到多早晚 就是多早晚 这不是要 前儿老太太生日 太太急了两个月 想出烦来 还是我提了一句 后楼上 现有些没要紧的大同席家伙 四五箱子 拿出去弄了三百银子 才把太太遮羞里 给搪塞过去了 我是你们知道的 那个金字名中 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 没有半个月 大事小事没实践 白填在里头 今儿外头也短住了 不知是谁的主意 搜寻上老太太了 明儿再过一年 便搜寻到头面衣上 可就好了哦 望儿媳妇笑道 哪位太太奶奶的头面衣上 折变了 不够过一辈子的 只是不肯罢了 凤姐道 不是我说没能耐的话 要像这么着 我竟不能了 昨儿晚上 忽然做了个梦 说来可笑 梦见一个人 虽然面善 却又不知明性 找我说 娘娘打发她来 要一白皮紧 我问她是哪位娘娘 她说的又不是咱的娘娘 我就不肯给她 她就来躲 正躲着呢 就醒了 望儿家的笑道 这是奶奶日间操心 奠记应后宫里的事 以为了 人回 贾太监打发了一个小内家来说话 贾年轻了 忙皱眉道 又是什么话 一年 他们也搬够了 凤姐道 你藏起来 等我见她 若是小事 罢了 若是大事 我自有回话 贾年便躲入那套间去 这里 凤姐命人带进小太监来 让他椅上做了吃茶 应问何事 那小太监便说 夏爷爷因今儿偶建一所房子 如今竟短二百两银子 打发我来问旧奶奶家里 有现成的银子占借一二百 这一两日就送来 凤姐听了笑道 什么是送来 有的是银子 只管先对了去 改日 等我们短了 再借去也是一样 小太监道 夏爷爷还说 上两回 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没送来 等今年年底下 自然一起都送过来的 凤姐笑道 你夏爷爷好小气 这也值得放在心里 我说一句话 不怕他多心 要都这么记轻了还我们 不知要还多少了 只怕我们没有 要有 只管拿去 应叫望儿媳妇来 出去 不管哪里 先支二百两银子来 望儿媳妇会议 应笑道 我才因别处支不动 才来和奶奶支的 凤姐道 你们只会里头来要钱 叫你们外头弄去 就不能了 说着 叫平儿 把我那两个金像圈拿出来 赞钱压四百两银子 平儿答应去了 果然拿了一个锦盒子来 里面两个锦符包着 打开时 一个金蕾丝攒珠的 那珍珠都有莲子大小 一个点翠千宝石的 两个都与宫中之物不离上下 一时拿去 果然拿了四百两银子来 凤姐命给小太监打别一半 那一半 与了望儿媳妇 命她拿去办八月中秋的节 那小太监便告辞了 凤姐命人 替她拿着银子 送出大门去了 这里 贾连出来笑道 这起外岁 何日是了啊 凤姐笑道 刚说着 就来了一股子 贾连道 昨儿周太监来 张口一千两 我略硬慢了些 她就不自在 将来得罪人的地方 多着呢 这会儿再发个三五万的财就好了 一面说 一面平儿服侍凤姐 另洗了脸 更衣 往贾母处 伺候晚饭 这里贾连出来 刚至外书房 呼见凌知笑走来 贾连应问何事 凌知笑说道 财听见雨村降了 却不知何事 只怕未必真 贾连道 真不真 她那官未必保得长 只怕将来有事 咱们宁可疏远着她好 凌知笑道 何尝不是 只是一时难以疏远 如今东府大爷和她更好 老爷又喜欢她 时常来往 哪个不知啊 贾连道 横述不和她谋事 也不相干 你再去打听真切了 是为什么 凌知笑答应了 却不动身 坐在椅子上 再说闲话 凌又说起家道艰难 便趁事说 人口太重了 不如捡个空日 回名老太太老爷 把这些出过力的老人家 用不着的 开恩 放几家出去 一则 他们各有营运 二则 家里一年 也省口粮月钱 再者 里头的姑娘也太多了 俗话说 一时比不得一时 如今说不得先时的力了 少不得大家委屈些 该使八个的 使六个 使四个的 使两个 若各房算起来 一年 也可以省得许多月米 月钱 况且里头的女孩子们 一半都大了 也该配人的配人 成了房 岂不又滋生出些人来 贾连道 我也正想 只是老爷才回家来 多少大事未回 哪里遇到这个上头 前 官媒拿了个耕帖来求亲 太太还说老爷才来家 每日欢天喜地的说 骨肉玩具 忽然提起这事 同老爷又伤心 所以且不叫提起 灵芝笑道 这也是正理 太太想得周到 贾连道 正是呢 提起这话 我想起一件事来 我们温儿的小子 要说太太屋里的彩霞 他昨儿求我 我想 什么大事 不管谁去说一声去 就说我的话 灵芝笑答应了 半赏 笑道 依我说 二爷 竟别管这件事 温儿的那小子 虽然年轻 在外吃酒赌钱 无所不至 虽说都是奴才 到底是一辈子的事 彩霞这孩子 这几年我虽没看见 听见说 越发出挑的好了 何苦来白糟蹋一个人呢 贾连道 哦 他小子竟会喝酒 不成人吗 正着 哪里还给他老婆啊 去给他一顿棍子 锁起来 再问他老子娘 灵芝笑笑笑道 何必在这一时呢 等他再生事 我们自然回也处置 如今 且也不用就办 假言不语 一时 灵芝笑出去了 晚间 凤姐一命人 换了彩霞之母 来说梅 那彩霞之母 满心 纵不愿意 见凤姐 自和他说 何等体面 便心不由己的 满口应了出去 稍时 贾连进来 凤姐又问贾连 可说了没有 贾连音说 我原要说来着 听见他这小子 大不成人 所以还没说呢 若果然不成人 且管教他两日 再给他老婆不迟啊 凤姐笑道 我们王家的人 连我还不中您的义 何况奴才呢 我已经和他娘说了 他娘道欢天喜地 难道又叫进他来 不要了不成 贾连道 你既说了 又何必退呢 明日 说给他老子 好生管他就是了 这里说话 不提 且说彩霞 因前日出去 等父母择人 心中虽于甲环有救 尚未作准 今日又见望儿 美美来求亲 早闻的望儿之子 酗酒赌博 而且容颜丑陋 不能如意 自此心中越发懊恼 唯恐望儿 仗事做成 终身不遂 未免心中急躁 至晚间 悄悄命他妹子小霞 进二门来 找赵姨娘 问个端底 赵姨娘素日 身于彩霞好 巴不得给了贾环 方有个臂膀 不成望 王夫人又放出去了 美美调缩贾环去讨 一则贾环 修口难开 二则贾环 也不在意 不过是个丫头 她去了 自然还有好的 随千言 不肯说去 意思便丢开了手 无奈赵姨娘又不舍 又见她妹子来问 世晚得空 便先求了贾政 贾政说道 且忙什么 等他们再念一两年书 再放人不迟啊 我已经看中了两个丫头 一个给宝玉 一个给环儿 只是年纪还小 又怕他们误了念书 再等一两年再提吧 赵姨娘还要说话 只听外面一声响 不知何物 大家吃了一惊 未知如何 下回分解 而是 这次